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疲惫的男主把钱给了结析 与其继续讨好家人 还是干脆回归制度吧 第五集标题 Breakage 故事开始 男主一如往常 在医院里接受化疗 唯一不同的是 男主这一次孤身一人 空姐并没有陪伴在身旁 当医生问起 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如何时 男主嘴里说关系很好 但动作却是摇头 这矛盾的行为 更加说明了 两夫妻关系紧张的事实 值得庆庆的是 男主的病情稍微有好转 但是否能够完全痊愈 那还言之过早 至于这一轮的化疗费用 医院单据的夸张长度 反映了惊人的医疗费用 就连柜台老奶奶 也忍不住对男主 投以同情的点神 更糟的是 此时 医院把另一份账单寄到了家里 这是不久前 男主假装失忆时的住院费用 男主骗空姐说 有钱老朋友艾略特将支付这笔费用 但实际上啊 男主才不可能会拉下面子求助于人类 之前制度赚来的钱本来就不多 现在支付完医疗费用后 更是所剩无几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男主根本就没有留下多少钱给家人啊 这时 男主突然间感到一阵恶心 冲到厕所呕吐 却意外发现 空姐冲向把桶的烟盒 怀孕的妻子怎么会吸起烟来呢 另一方面啊 故事来到汉克这一边 他向上司汇报 屠库死后冰毒市场的情况 如今街上 已经没有什么大人物在贩毒 我一直的注意的便是 海森堡这个名字 没有想到啊 男主蓝色冰毒 这么快就打出了名堂 话说啊 自从汉克亲手干掉屠库后 他就成为了基督局里的大英雄 上司赏识汉克的魄力 于是便派他去执行边境联合任务 这项任务地点 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城市 埃尔帕索 也就是毒品走私最泛滥的城市 这确实是个升值 但也是极度危险的升值啊 表面坚强的汉克进入电梯后 突然间一个恐慌症发作 呼吸困难 这是创伤后遗症的典型症状 但爱与面子 以及平日建立起来的强悍形象 汉克故作坚强 不让同事们看到懦弱的自己 汉克才刚刚被升值 第二天却特意请了一天假 待在家里不上班 很显然啊 汉克的创伤后遗症 已经对生活与工作造成了影响 甚至在夜里 汉克会因为一些杂生 误以为有人闯入屋里 找他寻仇什么的 这中日卑躬蛇影的 长久下去实在不是办法啊 第二天一早 汉克带着原本引以为傲的图库牙贴 实际丢进了河里 似乎想要摆脱这件事 所带来的困扰以及情绪影响 好了 画面来的杰西这边 80瓦 不久前 他强行开走RV休闲车 还撞烂了车厂老板的篱笆 现在他有了钱 竟然主动回去 找车厂老板道歉赔钱 杰西或许是个罪犯 但绝对不是言而无信的罪犯哦 随后 杰西还向老板买了一辆车子 然后接着去租房子 生活总算回到正常的轨道 房子的管理人 是个叫珍妮的美人 他要求杰西提供收入证明 和雇主信息什么的 作为全职毒贩的杰西 当然就没有这些资料 最后 在杰西的苦苦要求下 珍妮才勉强答应让他住在这一座房子 值得一提的是 珍妮就住在杰西的新家隔壁 作为邻居的两人 日后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安顿的好生活后 是时候工作了 男主与杰西再次约在野外制毒 然而啊 如今少了图库这个经销商 两人制再多的毒 也无法销售出去 男主指出 眼下只有两条路 再找一个像图库一样的杀人疯子做生意 或者回到原始的方式 让杰西再接上卖毒 这时啊 杰西灵光乍现 想出了第三条路 那就是自己当图库 杰西表示 只要建立起销售网络 就能够自己生产 自己分销 赚钱赚到手软 想到多开心啊 事不宜迟 杰西立马邀请几个好友加入这一盘生意 正是我们之前看过的 瘦猴 Combo 以及小欢 这一次会议 杰西没有像以往一样招待朋友们大马或者冰毒 嘿 看来是谁要认真办正事了 杰西的销售系统很简单 他将把价值2500美元的货交给伙伴们 卖出货后 手下拿500 2500给回老大 也就是杰西本人 就这样 一伙人开始了行动 杰西的三个伙伴各自负责不同的区域 客户群遍布整个城市 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 男主制出的冰毒总是让人欲罢不能 生意可以说是越做越好 财源滚滚来呀 然而好景不长啊 在一次买卖中 瘦猴被一对毒品夫妇袭击 手中的货被抢走 虽然心有不甘 但在刀子面前也只能够认命 完成一轮的买卖后 货全部都散完了 杰西把男主的分润交给他 但金打细算的男主很快就发现 数字不对 利润怎么会少了1000呢 哦 原来这1000块正是售吼被打抢而少掉的钱 杰西把这笔损失称为损号 就好像超市也会有打破的货物之类的 这1000块虽然不多啊 但男主却看到事情的严重性 试想想哦 万一话传了出去 每个人知道杰西被打抢也不会报复 但岂不是没有了威严 换做是图库 他才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 男主因为此事感到心反意乱 回家看到对自己爱理不理的空姐 便顺势提起在厕所找到烟盒的事情 男主质问的口气让空姐极度不爽 干脆就承认吸烟 你又能耐我何 结果两人再次搞到不欢而散 看来男主一天不交代第二部手机的事 这不愉快的夫妻关系就会一直延续下去哦 故事的最后 男主难得来到杰西的家 并拿了一把枪给他 说去处理货被打抢的事 而这一集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期的标题叫做损号 杰西在向男主解释 钱为什么少了一千块的时候 说出了这个词 但众所周知啊 绝命读读的编剧 最爱玩双关语的梗了 所谓的损号 指的并不是少了钱的部分 实际上 各个人物与彼此之间的关系 都似乎出现了损号 而最明显的 莫过于男主与空姐之间的夫妻关系 男主的各种撒谎 让夫妻之间的裂痕变得更为明显 当然啊 还有就是男主与杰西的关系损号 发生了这么多事后 杰西有了自己的销售构想 干脆自己建立起销售网络 不再是听命运男主 毕竟前几次 也是听男主的指示办事 才会引发各种意外 甚至杰西第一次以VOT 称呼男主 而不是以往的Mr.White 白老师 至于杰西的计划 是否会一直顺利的进行下去呢 那就要留守下一期的解说咯 对了 还有一点个人觉得非常有趣 在开篇男主完成化疗后 柜台老奶奶给了他一个别针徽章 上面写着 希望是最好的药物 鼓励着男主不要放弃希望 而在下一个镜头 男主却把徽章丢进了垃圾桶 这完全反映出男主当时的心境 抱有希望固然是好吧 但却不会替男主支付账单 如今唯一能够帮到他的 只有他自己 以及化学这门手艺 话说 这一期新登场的人物珍妮 大家对他有什么印象吗 认识他的人可以在下方留言一波哦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个绝命独死的话 记得大大力的分享出去 还有点赞留言 订阅频道并且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Bye